9月20日,苹果iPhone 11系列正式在中国开售 早上7点,在北京苹果王府景店,有果粉到店排队取货 排队通道在商场负一层 由于是预约取机,首批排队等候的人并不多 在20到30人左右 进店取货的用户大多选择了iPhone 11 Pro Max暗夜绿配色 相比2018年同期iPhone X系列定价过万 此次iPhone新品定价大幅下降 其中,入门款iPhone 11相比于前代产品 起售价格下降多达1000元 在预售开启之前 新iPhone欲罢式摄像头布局及没有5G版本 曾引发网友吐槽 在中国新闻网发起的一项近30万人参与的网络投票中 近80%的参与者表示没有5G,不买 只有7.7%的参与者表示会买 然而,在开售首日一小时 苹果店内人流量持续不断 依旧有中时果粉首批尝鲜 像什么电池待机时间比较长呀 摄像头啊 这个还有那个什么拍那个夜景都不错 就是比较特别嘛 苹果没有出过这个颜色吗 不是,我好多朋友都是选的这个颜色 个那个11 Pro Max暗夜绿256的 我从第一部iPhone开始 然后几乎每一代可能都会买到买最新款来体验 这一代的话 感觉可能最大的升级点就是摄像头 然后还有那个屏幕 比如说屏幕的那个色彩啊 然后和那个亮度 其实我今天是从早上起来七点 就已经到达了王国不久这家App Store的这个门店 然后的话可能我是从3GS 3GS开始使用 然后到达咱们现在这个iPhone 11 每一代都没有落下 然后的话刚才我见到真机之后呢 因为我更加可能更加在意它这次的颜色吧 跟我与其想的颜色是一样的 虽然暗夜绿吸引了不少果粉 但不少果粉也表示希望iPhone在一些功能和设计上继续更新进步 需要加强的方面可能 因为我之前用这个10S Max 可能信号方面不是特别好 希望信号方面能有所加强吧 然后这次的话可能对于iPhone 11来说的话 比较让我感觉到那什么的就是 它可能跟iPhone XR一样 它的屏幕的这种黑边的状态可能还是比较多 然后我觉得希望能够在下一代的这种产品中呢 然后将它的这个屏幕 窄边这个黑边可以让它做得更加的极窄吧 据了解 9月11日 天猫 京东等平台披露的iPhone 11预售量同比增长2至3倍 部分颜色机型出现抢断货情形 9月16日 苹果官网显示 目前iPhone 11 Pro和iPhone 11 Pro Max的暗夜绿版本 预计发货日期需等2至3周 即发货时间已排到国庆后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提供